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30日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資訊 先講講天文台的最新預告 接下來估計狂風雷暴殺刀 天氣會突變 最新的預測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時事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估計星期日狂風雷暴 當中將軍澳盛開的櫻花都恐怕被摧殘 報導的內文提到4日復活節長假期 頭兩天天氣疑隱 天情帶微風 在發展過後移植到將軍澳單車館公園的十幾棵櫻花正在盛開 不過今天3月30日可能是最後觀賞的機會 恐怕有被橫風橫雨吹花的風險 預警負折天氣欠佳的天文台 今天指高空擾洞會明天為橫南帶來趙雨和狂風雷暴 用字相當確切 天文台估計隨著高空擾洞遠離和受偏南氣流所影響 隨後幾日該區天色駕為明朗天氣炎熱 下星期4日清明節 市區氣溫估計最高攝氏31度 天文台綜合分析指出 今天後期至下星期1顯著降雨和局部地區大雨 較大機會移至香港附近的地方 到時間中有趙雨 若果這個刨線在內陸出現並移至沿岸地區 參考過去類似的天氣情況 珠江口一帶甚至有機會出現冰雹和雷暴 強陣風等的強對流天氣都有機會出現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星期日預計狂風雷暴 另外星期一愚人節估計有幾陣趙雨 都是有雷暴 隨後到清明節暫時估計短暫時間有陽光 當然今次天文台說得很確實 明天是否狂風雷暴很快就知道 若然各位網友出現的話 可能要記得帶把傘 另外亦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沙基灣蕭納店到涉案 穿黑色衣的男子落網 店主說可以安心經營 報道的留言提到 沙基灣金華街一間蕭納店鋪 在今個月22日發生到涉案 一名首持瓶裝飲料的男子 趁店主去廁所期間 走入店鋪 納了四次現金合共6500元 然後轉身離開 警方經多日調查 日前3月28日在油麻地區 波蘭街逮捕了一名男子 店主邝先生表示 刺人落網代表食股少一份威脅 可以更加安心經營 被捕男子聖業的36歲 涉嫌盜涉 現證被扣留調查 據悉聖業的男子有案底 報稱做清潔工人 居住於油麻地 店主邝先生表示 警方有聯絡他 表示已經抓了疑犯 其他細節沒有交代 他認為天網恢恢疑不漏 犯案始終難以逃出法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日前這間銷納店被人偷走6500元 這個男人也挺猖狂 進店鋪見沒有人 就納了四次錢 當中這些錢原來是派飯之用 結果事件寫上網 另外報了警 最新捕捕了男人 在油麻地捕捕了他 另外亦說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港男炮軍連鎖餐廳 就說沒有餐具 又沒有水 又沒有紙巾 又沒有人管 試影放下碗麵 立即走人 網民苦笑 桌面完全清零 報導的男人提到 近年有不少網民都會分享 在香港餐廳服務欠佳的體驗 日前有一位港男 在網上群組分享照片 照片裡的四人桌上 只有一碗麵和單據 他表示適應放下食物後 就離開 沒有提供水和餐具等等 不滿餐廳 沒有提供任何服務 質疑為何餐廳要收取加一的服務費 感到這一個是香港飲食的身上規 這位網友早前光顧一間本地連鎖餐廳 入座過後落單點了一碗麵 不過適應送上食物就直接走了 並沒有提供任何餐具 據男士主上載的照片看到 一張四人卡位的餐桌 只有一碗麵 形容當時的情況是沒有餐具 沒有水 沒有紙巾 沒有人管 又說如果餐具 紙巾全部需要自取 質疑為何要收取加一服務費 嘲諷這一個是香港飲食的身上規 有部份網友表示 現在不少餐廳將餐具 擺在桌面的櫃桶裏面 質疑男士主是沒有細心看看 就批評這個餐廳服務 男士主親自解釋 餐廳一向是將餐具擺在桌面的小碗裏面 同時餐桌是沒有櫃桶的 有從事服務行業的網民認為 餐廳這樣是不行的 收加一服務費之下 還要客人每樣都要自取 就好像在等著倒閉一樣 就說全世界都博炒 亦都說事應表示加一又不是給我 另外有網民表示明白 餐飲工作人員的工資不高 他們都不介意自助 就說但不要再收加一服務費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去到這間連鎖餐廳 那個事應放下碗麵就走了 結果甚麼都沒有 有些網民問事主 你不是誤會了 會不會旁邊有些餐具可以拿 他說甚麼都沒有 即是說整碗麵令到他若有所思 就是香港一些餐廳的服務態度 不過網友的意見都兩極 有人認為那些事應的工資也不算高 兼且工作也挺辛苦 說不定 亡女有錯 不知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聊聊 另外也說說這單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內地女子坐港鐵的頭等車 已經滾卡卡給了錢 不過做錯一件事 仍然被人開罰單 報導內文提到 他說搭港鐵的東鐵線要留意自己坐在哪一卡車 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是否成功給了錢 話說有內地女子在小紅書發帖文 說她日前搭港鐵東鐵線的頭等車卡 上車之前已經滾了信用卡 並顯示綠色的Ticker 以為給錢成功 怎知被港鐵職員查票時才發現 原來她是滾卡的不對 未有成功給錢 結果到站下車要開罰單 感嘆內心真是超級捨死 社會性死亡 我不是想逃票 也自嘲現在我在香港有案底的人 鐵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就說看完這一個 我心裡又要說多一次 都是百達通方便 也有網友表示 這種情況是有上訴機制的 投訴有機會退款 事主其後更新事件的後續 就說這次沒有罰款 只是警告一次 可能知道不熟悉頭等車卡的流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用信用卡搭港鐵 不知為何原來沒有錄卡 結果有網友說都是用百達通稳固 另外牽涉又是頭等車卡 因為除了入閘的東鐵之外 若然你要坐頭等車卡 你要多拍一次卡 以往就有很多人投票 今次這個內地女子都是被罰的 不過最終只變成警告 就不用罰她的錢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Facebook出現了全港店鋪 整個關注組 成員一夜之間已經增加到3萬人 網民就說 那是因為你悲觀 報道的流行提到 負折場假期開始 港人離境潮創新高 其中幾十萬人不常消費 嚴重打擊本港零售業 街上急舖處處 更加有人形容 出現結業潮 網民指 這個全港店鋪結業消息關注組群組 說經Youtuber提及過後 他們的成員一夜間由約5,000人 增加到3月29日下午6時 成員已經有39,000人 有網友認同 香港多區都已經出現結業潮 更加指倒閉到有Facebook專頁關注組 算不算是全球首創 亦有人呼籲節日期間盡量留港消費 做得多少得多少 希望幫助開店鋪不要消失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全港店鋪倒閉關注組 人數已經暴增到39,000人 拍攝短片的時間有機會更加多 另邊商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成員都給予不同意見 有人說希望大家留港消費盡量光顧 也有人直指是業主收太貴的租 又不肯減租等等 當然這個成為了近日社會關注的業化 亦都從而希望給多些的良策 能夠給一些意見 在政策上 怎樣能夠令到一些小店 一些食肆能夠做得住生意 若然結業潮繼續蔓延的話 始終受害受苦的 都是我們的市民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